佛弟子非常恭敬 可是你要真正是沙弥 换一句话说 沙弥十戒 二十四门为一 你都能落实 你的祖先真的非常尊重你 你是佛弟子 不敢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子孙后代 你是佛弟子 你是代表佛 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 不讲经说法也教化众生 为什么 你的形象 这个就是华严经 最近我们学到的世线 你的形象就是代表佛 就是佛在那里教化众生 所以形象不能不好 那么你虽然是对祖先 对这个造神地基主 行三问训礼 就够了 他们也会非常欢喜 礼上往来嘛 如果受了沙弥戒 沙弥戒做不到 还是行最经历 受沙弥戒做不到 他们会批评你 如来弟子 不像啊 没有异教奉行 他会再背你 我们没有真正做到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事法佛法 可以融通的 尤其现在我们讲这个 十七首祭宋 华严十七首祭宋 通通说语 通四 这段有很多宝贵的开始 我们能够学习到 现在时间到了 刚刚好 三十八个问题都打尽了 三十七首祭宇 三十七首祭宇 三十七首祭宇